幫一些小部分的人來問好了 那如果台積電套在600 那時候覺得該怎麼處理 套在600 請你停順 有一個老師說會上1000塊 我直接說我不相信 大跌的時候 你不要試圖找到會逆施反彈的股票 情願套牢 但是知道說長期來看 它是會解套的 我覺得正而反應不能碰 要碰只能當天平倉 因為他們沒有股息很重要 所以我都現在勸大家 當AI降溫之後 你再來進場買這些高股息新的ETF 因為現在稍微被電搞 00929是一個 我直接說我覺得它很奇怪 它是高股息加電子股 但是照道理ETF 應該是風險分散 不應該綁在一個產業上 歡迎收看小資理財藍圖 我是貝婷 2022年我們歷經了空投市場的洗禮 相信很多的投資者都是心有餘悸 甚至到現在心裡面還是有點怕怕的 不過近期的股市在AI台積電 這種熄火反彈 這樣來回震盪之下 相信很多人心臟應該都啾啾的 到底該如何能夠在投資的過程裡面 樂活心情愉悅 到底有沒有穩賺不賠的投資法呢 讓我們來歡迎二度來玩 我們節目現場的 樂活大叔施生輝 大家好我是樂活大叔施生輝 教大家絕對樂活的投資術 太好了輝哥 我今天超開心的 就是邀請你來到現場 其實我跟輝哥算是認識一段時間 對 那有沒有看到今天我們幫來賓 竟然準備了可樂 哇貝婷你真是好體貼 還記得我愛喝可樂 但是可樂也有投資的梗 什麼梗 因為可樂一瓶才25塊 那手搖飲料75塊 我省下50塊拿來做投資 所以相對便宜 又達到療癒的效果 還有把錢省下來做投資 這樣真的蠻便宜 現在手搖飲真的蠻貴 對啊 不過我會幫輝哥準備可樂 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輝哥幫我們講一下 就是巴菲特一天喝五罐 那我可能一天喝不到一罐 所以說財富沒有他那麼多 就算有他五分之一我都很開心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像輝哥 把巴菲特是做偶像 所以會學習他的一些習慣 那我想問 在投資上面有沒有哪些的習慣 就是會讓你很樂火 在投資上面跟巴菲特一樣沒有煩惱的 巴菲特說 如果你不想持有一檔股票10年的話 你連10分鐘都不該研究它 那我大叔呢 自認為沒有巴菲特那個能力 所以我乾脆就無知到底 無知到底怎麼做呢 我就買0050 我對每一支股票不需要去了解它了 用分散風險來彌補我的物資 那巴菲特常常也說啊 如果你是一般的投資人就去買ETF啊 當然他不可能買0050 他當然買的是SPY 但是台灣最有名的最大的ETF就是0050 所以我說2008年一路買0050 為的是什麼 只求睡得著覺 因為當大盤跌2%的時候 我也只跌2%嘛 我沒有輸給人家 但是呢這就有一個必須就 代價就是大盤漲2% 我也只能漲2% 其實我追求的也是安心不焦慮 所以我說絕對樂火 就是說你至少跟平均水準一樣 你不要說怎麼樣 以為自己可以打敗大盤 哇那是非常焦慮的事情 可是說到樂火大助就是可以安穩睡覺嘛 不過對於很多人的樂火開心來講 可能就是投資穩賺 或者是呢絕對賺錢 我覺得穩賺不賠是不可能的事情 短期穩賺不賠不可能 但是長期穩賺不賠是可能的哦 誰說買股票一定要賣股票 我們就不講0050 0056 很多人其實不太懂這兩支哦 很多人還是個股的邏輯 我覺得金控股很好啊 台灣對金融業的管制這麼嚴格 銀行要倒的機率是非常非常低 當然有人吐槽啊 以前中興銀行跟中華銀行也倒了 這麼多銀行你幹嘛去存那兩支啊 所以我覺得金控股基本上也是可以存股的好標的 因為尤其是這些關股銀行 它的配息啊非常大方哦 它賺多少配多少嘛 因為政府也需要錢 那你買的是關股銀行 你也可以同時享受到同比例的獲利啊 所以關股銀行基本上是獲利很怎麼樣 很穩定然後配息很大方 而且大部分的關股銀行啊 每一年都有配息 而且你相信它不會倒嘛 敢把錢存在銀行就是相信銀行不會倒 那乾脆就去買銀行的股票嘛 通常的道理嘛 所以我在每個場合都說 你留下生活緊急預備金之外的錢啊 都該去什麼 去做投資 但是那個標的的選擇很重要 台積電不是去領股息的 它是有成長的預期的 但是我覺得金控股 因為坦白說台灣的銀行啊 競爭很激烈 市場很窮 那個獲利的成長性不高 但是非常的穩定 隨便舉例 假設20塊的銀行每年配一塊錢 20年之後是不是配了20塊股息 你就還本了 貝丁我看你大概30歲左右 20年後才50歲 還可以一直領到走掉 然後還可以繼續留給子女 所以我覺得絕對樂活 甚至穩賺不賠就是你買什麼 每一年都有配股息的 大到不會倒 最開心的是二三十塊的 它還能夠跌到哪裡去呢 當然你說中華電信也很好 但是稍微貴一點點嘛 對很多人來說壓力大 但是你買金控股 大部分都在二三十塊啊 那像是剛剛講到說 很多人都是教大家怎麼賺錢 那大叔是教大家怎麼樣可以樂活 那這樣換一個方式來講 是不是在賺錢路上 大叔的另外一個切入點就是 不要賠錢就好 對 其實巴菲特再回到巴菲特的金率 那投資的金率有兩條 第一條是不要賠錢 第二條是不要忘記第一條 所以我覺得不要賠錢很重要 但是做不到 尤其像去年的空投市場 好可怕 只要少賠就好 但是大部分的思維是說怎麼賺錢 但是當你面對空投市場 你少賠錢啊 其實你就贏了 所以2020年是大家大賺錢的時候 除了年初那個COVID-19 21年也是大賺錢的時候 大家那個很多少年股神都出來對不對 那個時候大叔就比較委屈一點 都沒人找我了 但是2022年 終於給這些人一個震撼教育 原來股市也會跌的 大叔是1990年過來的人 那一年是12682跌到248 年是跌一萬點 好可怕 對 但是我覺得去年讓大家震撼教育 6000點是好事 因為還沒有太嚴重 而且也沒有說 真的大多頭從這些少年股神 30歲一路做到50歲 自以為很了不起 50歲砰一下 掉一萬點就完蛋了 我覺得盡早的摔跤其實還不錯 我很喜歡看電影 一部電影叫KANO 你看過沒有 有 那個日本教練講過一句話 他說不要只想贏 要想不能輸 所以在空投市場上 你不要妄想自己還能賺錢 能夠少賠就好 但是空投市場你也不該怎麼樣 完全現金為王 完全退出市場 適度的留在市場裡 那這適度留在市場最好的標的 還是ETF 一來就是市值型的 像0050 00608 或者高股息型的 像0056 00878 都是可以適當的留在市場裡 因為這些ETF不會下市嘛 你怎麼能夠想像50家股票會同一天倒閉呢 沒有可能的事情嘛 對 但是他們又每年還是有配息 所以我覺得大跌的時候 你不要試圖找到會逆勢反彈的股票 而應該怎麼樣 順著那個趨勢 情願套牢 但是知道說長期來看 它是會解套的 可是剛剛大叔有提到說 少賠就是賺 但是說到少賠 很多人可能就會選擇反一 或者是在大漲的時候選擇正二 覺得這樣可以更快賺錢 更快退休 大叔怎麼看 我覺得正二反一不能碰 要碰只能當天平倉 因為他們沒有股息很重要 其實像我們這一輩的人 我一個朋友 他在股市上了一萬點 拼命買反一 因為我們不相信會上萬點 因為我們是歷經12682 跌到248 他根本不相信會上萬點 所以他拼命買反一 哇 現在完蛋了 所以現在整個邏輯改變 我後來想到 那物價都漲這麼多 股價怎麼會不會漲呢 所以你不要再想說 可能會到萬點以下 所以我覺得 其實適度的留在市場是好事 千萬不要買正二反 最重要的是他們沒有股息 而且他們是期貨型的ETF 轉倉的成本很高 你絕對不可以長期持有 因為每天每天就扣那個管理費 扣到很慘 就扣到飽了 對 你看 凡現在剩下不到5塊錢 你覺得他會回到20塊嗎 漲4倍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自以為了解這行情的漲跌 大叔就是因為不了解行情的漲跌 就只買0050 005無所謂 可是像0050 0056在2022年也是有下跌超過兩成 對 然後當然今年0056有 就變標股了 對對對 但是這個標股之下 像AI或者是一些插道邊的ETF 也是跟著PRA往上漲 但是最近好像就覺得他有一點點卡關的感覺 其實0056漲到3536上 我是很不習慣的 因為我的很多投資人的朋友 他們也覺得0056就應該像個牛皮一樣 因為我0056的投資建議就是隨時都可以買 買了忘記他 就是這個月買跟下個月買其實價錢一樣 所以不用在乎 但他從來漲上去之後 真的是被AI概念股墊上去的 直接變標股 他已經變標股 甚至腰股了 所以我都現在勸大家 當AI降溫之後 你再來進場買這些高股息型的ETF 因為現在稍微被墊口 但是你如果是定期定額 你還是繼續扣0056 008785 我覺得也OK 因為長期來看 現在可能是他什麼 燒風感冒的時候 但是終於有一天會回來的 所以我覺得還好 那如何在空投市場少賠就是贏 我要大家分享一個轉念的觀念 好好好 對 很多人會買儲蓄險 一買買10年買20年 10年的儲蓄險是10年到期才開始領紅利 20年是20年到期才開始領紅利 但是你去年套在金控股 套在0056又怎樣 當年就發股息給你 他不是比儲蓄險更好嗎 因為他們不會下市 那儲蓄險很多人都願意忍10年了 忍20年了 那你現在套勞在0056 金控股0087吧 照樣有股息 而且今年都解套了 而且還賺很多錢了 好像耐心放在不一樣的地方好像不同 對我覺得轉念 但是你如果是想賺價差的股票 不可以這樣想 有可能最後下市 但是這些股票不會下市 那裡跌倒不要在那裡爬起來 要在別的地方爬起來 你不要說一路套勞停損 套勞停損 你就跟他談戀愛 那時候換到什麼0050 0056這種更安全的地方 慢慢把它轉換 反而容易 那時候談戀愛來舉例好 好可愛 好像真的都會這樣 這邊受傷 這邊爬起來 就會對他產生那種 好像依戀或是放不開的感覺 對 人生的心靈雞湯是OK 在投資上不可以這麼做 要在別的地方爬起來 而且不要再去選個股了 個股太焦慮 你應該回到ETF 相對安心 因為你不要選股 分散風險 對像剛剛講到套勞這件事情 像就剛剛講到卡關之後 很多人可能就會覺得 賣的太慢 所以被套在哪裡 或者是有些人就覺得 開始跌或是幹嘛 就覺得要逢低加碼 覺得他要攤平 但是大叔這邊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 你自己的邏輯 哪些東西該全部出清 哪些該部分持有 哪些應該就不要賣 我再強調一次 如果你是零股息 而且大到不會到 每年都配息的話 其實可以逢低攤平 但是不具備這兩個條件 就是你想賺價差 就得怎麼樣呢 就要停損 但是呢 我有一個朋友 他說他買在140塊 一個年輕朋友 得0050 14萬 買下去 然後呢就套牢了 到了去年100塊 他真的睡不著覺 我不能跟他安慰說 0050不要怕啦 每年都有股息 中一天會回來 他已經睡不著了 有什麼方法解決這個問題 這也是一個轉念的概念 就是說現在有零股制度 他買一張對不對 對 就賣100股 賣在100塊 沒關係啊 心情也會好一點 好一點點 因為如果跌下去 我好價錢 賣了100股 漲上去好價錢 只賣了100股 那還有人更好笑 他說他真的是衰神 一買就跌 一賣就漲 明燈 對明燈 很簡單 也是用零股 你希望他漲對不對 你就每天賣50股 犧牲50股 因為你這麼衰的體質對不對 賣50股他會漲 再賣50他又漲 然後心理素質要夠強 才能碰股市 對對對 其實是這樣 如果你心理素質很弱 然後呢 連0056套牢 都那麼擔心的話 我就說你算了吧 還是存定存吧 不要把自己搞得那麼複雜 那這個邏輯放在現在 現在呢 有哪些東西就是 大叔你覺得是可以留 哪些該放手 然後他的那個標準 要怎麼看 如果現在16000點 你的股票還套牢 50% 就直接砍掉了啦 眼不見為鏡 而且現在呢 在16000點 你的跌幅 如果比大盤還弱 而且你是想賺價差的 我覺得你也應該出情了 眼不見為鏡是很好的 這個時候把賠的錢呢 買什麼 還剩的ETF 因為它穩定 總有一天會賺快 但是對這些 抱了套牢那麼 久的股票 你真的以為它會 回得來嗎 不一定哦 你就每天都在焦慮當中 因為每天都在期待 它會反彈 你乾脆就放棄了 認命了 把那個 那錢拿回來買 0050 0056 6208 或878 都OK啊 那講到這個台積電呢 台積電我覺得 有一個老師說 會上一千塊 我直接說我不相信 因為它會到一千塊 台股會到兩萬五耶 我真的不相信 但是大家要注意哦 他說會到一千塊 有一個假設基礎 如果那假設基礎 沒有符合的話 就不會到一千塊 但投資人都很怎麼樣 都只記得一千塊 只聽到那個 最想要聽的啦 對 那不會想那個假設 但是你要說假設不成立 一千塊就不會來 所以基本上我勸大家 不要相信目標價的 它都存在一個假設 也不要相信合理價 合理價都低到你根本買不到 我覺得如果說你是要存股 零股息的 你看看這個股息殖利率 你是不是滿意 5%你滿意就買嘛 套牢是宿命 乾脆套在安心的標的嘛 5%你不滿意 你就等6% 千萬不要等10% 這10%就是 股災來的時候才有可能發生 但是沒有人樂意看到股災 甚至股災來的時候 你反而不敢買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算 5%到6%的股息殖利率 你滿意 這時候就該買 不要再管那個價格了 那幫一些 一些小部分的人來問好了 那如果台積電套在600 大叔覺得該怎麼處理 套在600 請你停順 直接說 因為它曾經到370 其實台積電如果用 我去年曾經在方格子文章寫過 在430塊以下 是相對安全的價位 那現在還在520左右530嗎 我覺得你套在600塊真的該 直接 say bye bye 然後去買00500 會把那個賠的賺回來 對我就直接說600以上 我覺得 拜拜 因為像今年 它最高到594嘛 對 坦白說 AI的受惠股應該是台積電 而不是那些以前毛三道士的股 就台積電有沒有漲 沒有漲 台積電最近又出了一個小小的利空嘛 他要求這個供應商延遲出貨 代表他對未來是保守 我覺得這就是買個股最大的焦慮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出現利空 連台積電這麼好的公司 都會出現利空啊 台積電股價會說話 台積電是這個台灣股市啊 資訊透明度最高的一支股票 它不會漲 就代表其實它漲上去機會不大 你沒有想像空間 但很多公司的資訊透明度不高 你會充滿想像空間 那台積電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那很多人在個股裡面受傷之後 就開始轉向想要跟大叔一樣來投資ETF 那最近有看到很多 不管是高股息 或者是忌配息 或是產業類型的ETF也是爆紅 大叔怎麼看 這些該不該買 我覺得ETF 現在已經變成投資險學了 不像我2012年寫第一本書的時候 其實大概只有10支 你知道我那本書只寫0050 0056寫半夜 因為那時候0056成交量每天不到100兆 大家根本不看好0056 但0050有一些投資人認識它了 那現在將近兩三百支 好好的說法叫百花齊放 那我認為叫群魔亂舞 因為現在投信公司迫於競爭的關係 得不斷的推出新的ETF 他們才有怎麼樣 才有一些什麼管理費的收入 而且他們有噱頭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的一點就是 每一檔的新的ETF 他們一定要把他們的成分股 做一個歷史數據的回測 比如說五年之內 這些成分股 他選的這些成分 五年之內是打敗同一個期間的0050 跟0056 如果不能打敗5056 根本沒有投資人要買 所以就是說他前五年 這一組的成分股確實打敗了5056 但是能夠保證他永遠贏嗎 所以我覺得對新的ETF 我認為你還是要觀察一下 當然新的ETF推出的時候 有非常多的投資達人來代言 讓那個氣氛很熱落 大家就衝進去買 像現在也強調什麼 月配息 真的大家 哇 假如每個月 像薪水一樣可以發 真的太好 但我覺得對新的ETF 我還是稍微保守觀望一下 就算怎麼樣 這樣風風火火這麼熱鬧 我還是心如之水 我覺得長期穩定表現的ETF 才是我們該追求的 那很多人問說 為什麼我只買5056 其他都不買 很簡單一個道理 大叔太懶了 5056已經 讓你安心不焦慮的 賺到合理的報酬 我就不要去管那麼多新的ETF 我覺得這些新的ETF 會造成什麼一個錯誤的一個誤導 就是說很多投資人 會把ETF當作個股來看 不斷的新的ETF出來 他們就去追逐那個新的ETF 當那個ETF那個熱潮過 他們就賣了 把它當作一個賺價差的工具 像個股一樣 賣了之後 他又去找新的ETF 就不斷的換股操作 那這些新的ETF 最後會不會導致資產規模 一直一直的縮小 因為ETF 當你資產規模掉到一億下 還是會下市的 當然不會變幣子 它可以處分你的殘值 但你何必去買一個ETF 最後會下市呢 所以我覺得 這麼多的ETF 同時在市場上競爭之後 造成什麼排擠的效果 有些ETF萬一這些成分股 真的表現不好 它會被氣如必喜 但是你說那種老牌的 50 620 8 56 878 他們經過歷史的考驗了 要真的被完全拋棄 我覺得是不太可能 但是這些新的ETF 大家手腳要快 像那個黃仁勳說 Runton Walker 像最近的00929不是從15塊 砰下到18塊 砰下來17塊 00929是一個我直接說 我覺得它很奇怪 它是高股息加電子股 但是照道理ETF應該是風險分散 不應該綁在一個產業上面 像這些傳統的ETF 他們是產業分散 公司也分散 但是00929因為綁了電子股 你只綁在電子股上面 如果像2022年 哇電子股很慘的時候 你的929就會受到傷害 那56跟878沒有完全綁在一個產業上面 相對分散 所以它的分散性是比929 當然了929漲的想像空間比較大 但是我真的很怕不斷的有新的ETF出來 那剛剛上市就被人家拋棄了 而且追逐新的這樣洗心厭舊 然後就會造成一個不太好的一個輪迴的效果 那像是這樣聽起來 比如說像大叔就是0056 0050 這樣一直到現在 那像是有些投資人可能年紀比較輕 他也想要當樂火大叔 他也想要找一個ETF 或者什麼樣就是也是從他一開始出來 或是從他還沒有長那麼大的時候 開始去培養他 那大叔你會去怎麼建議 要去怎麼去審核ETF 比方說他應該要多久 或者是說他的產業分布是不是要夠多元 這一類有沒有一個審視 好 我覺得我優先推薦的是市值型的 就是能夠完全複製大盤的 像50跟6208 或者是高股息型的 因為高股息型的最大的優勢是什麼 他的股息殖利率比較高 而且他相對股價便宜才二三十塊 比較容易入手 但是高股息要大家注意 他並沒有複製大盤 他還是希望打敗大盤 但其實56長期以來都是輸給50的 只有今年稍微有點異常 有贏了50 但是我覺得高股息本來就不該 存在價差的想像 我從來不相信什麼 又可以賺股息啦 又可以賺價差 你知道當高股息的ETF 大漲之後他的股息殖利率是下來的 其實你不太希望他下來 你希望他股息殖利率還是很高啊 但是這麼多新的ETF 會讓你造成是賺價差的概念 那還有主題型的ETF 我覺得可以買 但是你了解他的人才可以買 比如說你在生技公司上班 你了解生技產業就可以買 你叫電子產業的人去買生技的ETF 我覺得不合理 你根本不可能懂 隔號如隔山 對對對 還有呢 有一次演講完有一個阿森問我說 大叔我有印度的ETF 有越南的ETF怎麼辦 我說你了解印度還是越南 他都都不懂 我說你為什麼要買 因為人家介紹的嘛 我覺得ETF就是懂的才該買 不懂的就不要碰 因為兩三百支其實你很難研究了 現在研究ETF大家已經精細到 研究每一檔ETF的成分股 以前連這個都不要考慮 當然這個開始研究成分股 是來自0056 因為他之前買了航運股 航運股好的時候他也很好 這前年到了三十六塊 去年因為航運股就到了二十三塊 所以大家現在開始研究成分股 我覺得這開始變得好辛苦 更複雜了 更複雜 你研究ETF成分股 乾脆去研究個股還比較簡單 你真的這麼複雜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你想要樂活的話 就是零股息優先 金控股還是我優先推薦的 畢竟便宜 每年都配息在今年有三檔沒有配息 就不要買了 那大家自己去查 我們不能再知道 隨便講 三檔沒有配息就不要買了 他不太可能倒的嘛 對不對 二三十塊你怕什麼 二十年還本 對當然有人吐槽我 老師你沒有考慮到 二十年後的通貨膨脹率啊 沒錯我真的沒考慮到 但是考慮到你有什麼方法 有啊 經過仔細的研究 找到長期成長的股票 一直持續投資他 這個是講的理論很有道理 很難做到 很難 所以當你要仔細的研究 才找到獲利成長穩定的股票 你會很焦慮 因為你不太確定 你研究的到底對不對 生活已經夠苦了 是啊 投資還那麼令人心累 那要喝一大堆可樂 那剛剛講到說 像現在開始大家都在研究成分股 變得很複雜 但是現在還有更複雜的 就是開始配息的時間 好多種哦 像是最近還有看到一些月配息 也加入戰局 最新的就有00934 中性成長高股息 還有像是00936 新台灣永續高息中小型 這麼多月配息 大叔怎麼看 我覺得ETF大家只能記得號碼了 不然那個名稱都好 好長哦 好長 對對對 我覺得月配息很好 但是呢 其實它是把一年要發的股息 除下來給你嘛 大家以為像0056改成季配息 第一次配一塊錢 就變成四季四塊 不是這個道理 但是每一次 假設像那個00929 好像是每個月配0.11嘛 你要小心哦 你只買一張 一個月只能配110塊 不好意思 會費10塊 所以你金額要大一點 不然可能會費 佔你的股息的比例是很高的 110塊就被扣掉10塊 結果你一年只剩下1200塊 我覺得 大家定期定額去買就好了 其實月配息 季配息 我覺得是噱頭 我覺得季配息就差不多 月配息 每個月錢都進來 但是那個錢其實都不多 季配息好歹 像如果可以配個四毛錢 一張也有400塊 比較像要嘛 你還可以去吃個大餐 稍微四五百塊 才配100塊 你還是不會用啊 但是月配息可能就讓人家覺得 好像零薪水 對心裡很開心 對對 但是月配息啊 希望你是退休族群 你的部位很大 你買個1000張嘛 那每個月就配你10萬塊就很好啦 那像是現在有這麼月配 以後會不會有可能出現周配日配 我覺得這太過分了 那個我覺得日配周配那個投信公司 行政座位很複雜吧 我覺得大家不要期待日配 你以為你是小學生 每天跟爸爸媽媽領利用錢 對啊 每天給你扣10塊會費你就受不了了 哇倒賠的零用錢 對對對 那現在看到像是這麼多這樣子 月配月配 可能為了要增加這種競爭力 老師你覺得0056 00878會不會也改月配 我覺得不排除耶 競爭的關係嘛 如果大家投資人都會喜歡月配 所以會去朝這個方向發展 像56以前一直是年配嘛 他競爭的關係就一下改成季配 他突然就受益人 大家都非常湧入來買嘛 季配我覺得季配是蠻不錯的 一季領利是其實還好啦 那如果改成月配的話 大叔你還會想要持有嗎 會我跟月配季配無所謂 我覺得就是0056就是怎麼樣 歷史很長嘛 他比較不太可能突然資產規模大幅縮水 除非真的最後那個什麼 設計出一檔超強的高股息ETF 把它打掛才有可能 但我覺得基本上機會不是很大 那想要再問就是像大叔都把股神巴菲特 是作為一個學習對象 那像是剛剛也有提到台積電 那我們轉回來講到巴菲特 最近這樣大賣台積電 然後像他的任何一個動作都會造成台積電大起大落 大叔怎麼看你這個偶像 好我覺得這就是個股的風險 因為我們不知道巴菲特什麼時候買了 就賣掉之後也是事後才知道 所以其實台積電受到巴菲特進出的影響 但我覺得巴菲特不該買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坦白說還是有地緣政治的風險 我相信他一定是考慮到這一點 但巴菲特也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是長期持有 他有些他覺得突然風險有點存在的話 他還是會賣掉的 那上次大叔來的時候 有在節目裡面跟我們講到說 你房貸付完還有一個1000萬可以投入股市 然後那時候大叔你是在節目裡面跟那個主持人講說 其實就是認真賺錢努力存錢 但是對於我們這種一般小資組可能會覺得1000萬太多了 100萬就好 100萬就好先求好再求多 那現在的投資觀念越來越多越來越發達 你會怎麼樣建議小資組去做這樣的一個資產配置 我覺得買房子是一定要的 就像現在很多的我的粉絲告訴我說 0056最近賺了錢他們確實籌到了頭7塊 我覺得年輕人還是要以買房子做一個目標 那我個人的整個人生的投資的理念很重要 有三個階段 一開始一定要存錢 但錢會被通膨吃掉 所以要變成股票 股票的賺到錢 最後變成房子拿來保值 因為我原本講 股票是想像的 房子是確定的 台積電你買在688 現在520 你就是賠這麼多 房子你買在68萬一坪的時候 現在掉到52萬一坪 你還是住在裡面 你其實並沒有減損你的資產 所以我強烈的建議小資男女 你們一定要努力的買一個房子 那節目的最後 大叔幫我們跟投資人 觀眾朋友們來講 就是從2022年看到這空投市場 得到的警惕 然後到現在在投資的路上 我們的轉念 除了像剛剛提到的 這些轉念的一些想法之外 有沒有一個更 更想要跟觀眾朋友們講的一個 好 很重要一點 買股票 不一定要賣股票 當你長期持有它穩定領席的時候 你是相對安心 但是大家都以為賣股票比較容易賺到快些 我常常說穩穩賺慢慢賺 才能久久賺 大家不要急著提早財富自由 35歲的財富自由 保證你生活很無聊 那用我的方法 大概50到60歲可以財富自由 這樣就好了 希望大家在投資的路上都可以樂活 然後都可以不無聊 今天的乾貨滿滿 那非常感謝樂活大叔師生會 來到我們的節目上 那如果呢 觀眾朋友喜歡我們的小資理財藍圖的話呢 也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最重要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